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现场和线上的弟兄姐妹 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还是要告诉你说 你是上帝的宝贝 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女 上帝看你为宝贵 不论任何的景况的里面 你的价值在上帝的里面 永远不改变 你是上帝的王子 和公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 永远与你同在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的实体的庆典 我们已经增加了一倍的已知 也就是说 今天的人数是比上个星期 可能是多加了一倍 其实在现场的里面 还有一些空已知 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 你可能以为 我们就像前几个星期 就是抢票都抢不到 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要下个礼拜 来我们的实体庆典 我相信你还是可以拿到票的 因为我们增加了一倍的已知 你们更多的人就可以轮流的回来 我们的实体的庆典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的职场的信息的里面 我们今天分享信息的是我们的Dr. Wang 很多人认识Dr. Wang 可是我也知道 现在也有一些的人 新来的弟兄姐妹 不认识我们的Dr. Wang 所以我还是需要介绍他 Dr. Wang在职场上面 他是一名工程师 在他还没有创立他的公司之前 他曾经在马大担任过讲师五年 后来他进入一间私人的企业 担任电子设计工程师 大概有十年 他在1989年的时候 他创建自己的公司 就是现在的公司Elite 他的公司是专做 门禁安全系统的设计和制造的 他现在是Elite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弟兄姐妹 Dr. Wang他超过70岁了 可是他现在还在工作 弟兄姐妹 其实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还有力量工作的话 不论几岁都好 你都工作下去 因为工作是神给我们一生的呼召 享受在工作的里面 Dr. Wang他在教会里面 也很热心的侍奉 从我们的教会DOMC开始的时候 他就担任我们教会的长老 一直到2016年 总共36年 过去20多年 他都在中文堂服饰 之前他也是在我们的教会 做区长带领几个的小组 现在他在热林长青端 做领袖服饰 Dr. Wang和Elena 他的太太 他们有两个孩子 现在已经有七个孙子了 好像增加一个比起去年 Dr. Wang是我们 一直我们看见很忠心 在我们当中服饰的长辈 好不好 弟兄姐妹 他已经很久没有在我们当中 分享话语了 今天给他一个很热烈的掌声 鼓励他 谢谢牧师的介绍 弟兄姐妹平安 我真的是很久没有来 跟大家一起敬拜了 所以今天能够来这里 心中非常的高兴 这也是我第一次 踏进这个后腕 我进来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真是太美好了 感谢主 今天我要继续分享 我们这个11月的主题 就是工作 还没有分享之前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圣灵 这个时候 求你洁净 我的心思 求你洁净 我的嘴唇 帮助我 成为你的器皿 主啊 我要祷告 在我们中间 地生姊妹 主啊 圣灵啊 你打开他们的心 使我今天早上 所分享的话语 能够帮助他们 在工作上 能够有更好的 更美好的一个结果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 OK 好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 工作跟休闲的看法是怎样的 而这里的漫画呢 是讲到 很多人对这个工作和休闲的看法 Monday 星期天 头很低 因为是Monday Blues 然后呢 到了星期五的时候 我跳起来了 因为呢 TGIF Thank God It's Friday 周末来了 所以呢 工作 跟休闲 大家都以为 在我们工作上 休闲越多 就是越好的工作 我想在巴胜谷 如果你的公司 需要做六天的话 而不是五天 我想很难找到员工的 今天早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中的分享 那就是 圣经到底 对工作的观念是怎样的 所以很快的我就走过 首先 工作呢 是上帝的旨意 是上帝发明工作 所以亚当 第一个被创造的人 他在刚刚创造 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 他就有了工作 圣经这么讲 他说 耶和华 神把那人 就是亚当 置在伊甸园 让他耕耘抗管 所以耕耘抗管 是亚当第一个工作 亚当是一个园丁 然后呢 除这个以外 亚当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那工作呢 就是 这里在十九节 他说 耶和华 神愿泥土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 和天空各样的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动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就给一切深处 天空的飞鸟 和野地各样的走兽 都起了名 所以亚当第二个工作 是起名字 而名字 在犹太人的观念中 就是特制 所以一个人的名字 是这个人的特制 所以亚当呢 其实是在协助上帝 当上帝创造一件 一个动物的时候 一个飞鸟的时候 他就给这个动物某些特制 所以这是他的工作 好 现在呢 让我们看 第二件我要讲的 是工作是好的 工作是好的 不是像刚才我所讲的 这个 给大家看的漫画图 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 每一次 每一天 神创造之后 他就会讲了一句话 他说 神看为好的 当他在第六天 创造所有世界 宇宙世界所有的东西 包括人类 他说了一句话 这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第一章三十一节 创世纪 他说 神看一切所造的 都非常好 英文版说 It was very good very good 这个very good 包括工作 所以工作是好的 因为工作 从起初就有了 好 现在呢 我们要看第三个 第三点我要讲的 就是上帝 是工作的上帝 有时我们认为 神他创造了六天 他做工作了六天 然后就休息了 一直休息到现在 他都没有做工 但是不是这样的 神一直在做工 为什么呢 因为宇宙需要维持 就好像我们的花园 花园需要维持 不但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 神掌控历史 每一个历史的演变 背后都是神的工作 所以第三呢 圣经也告诉我们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飞鸟 包括所有的生物 包括这个花草树木 其实都是神 去养它们 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神有很多 千千万万 我也不知道多少的天使 来执行他的命令 所以神是一个工作的神 而且他是很忙的 很忙的在工作 耶稣呢 有一次 这个花园 犹太人 对他很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 在这个安息日 去医病 医好一个瘫痪的人 38年瘫痪的人 这件事呢 犹太人 他们不高兴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医病 是一个工作 而耶稣是在安息日工作 然后呢 他们在这里 约翰福音就这么讲 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六节 所以犹太人迫害耶稣 因为他在安息日 做了这事 就是做了医病的事 耶稣回答 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说 我父做事到如今 我也做事 所以神一直在做事 神是一个工作的神 而且他一直做事 不但如此 神的儿子耶稣 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十二岁开始 一直到三十岁 他是一个木匠 因为他父亲是一个木匠 他跟随他的母亲 在木匠的工作上 之后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 他去以色列各地传福音 传道 然后赶鬼 医病 训练门徒 所以耶稣 神的儿子 照样是一个工作的耶稣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样式 按照神的形象 上帝的样式被造的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那里告诉我们 神在创造人的时候 他说了这句话 我们要造就我们的形象 造就我们的样式 造人 所以我们人 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神是工作的神 所以他把工作的基因 放在我们里面 创造的时候 就把工作的基因 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工作的上帝 让我们成为一个工作的人 好 再下去 我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亚当在伊甸园的工作 跟我们今天的工作 有什么不同 是一样的吗 其实有一些改变 因为亚当犯罪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他就被赶出伊甸园 不然如此 亚当失去永生的生命 亚当会老 会病 会死 在伊甸园中 亚当不是这样的 不但亚当的生命 起了这个变化 工作也起了变化 这里说了几这样的事情 他说 土地被因你的缘故 变为受咒诅 在伊甸园里面 然后下面又讲 他说这个土地 必长出经济和基力来 在中东这个地方 经济和基力非常的大 高又大 所以在农夫来说 经济和基力是一个大麻烦 在伊甸园里面 没有经济和基力 在伊甸园里面 土地是亚当的朋友 土地是对亚当是友善的 但是人类犯罪以后 土地受了咒诅 土地变成人的地人 对对 所以会展出经济和基力来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 这里神在惩罚亚当的时候 他还是说了这句话 他说 你被终身劳苦 才能从土地得赤的 然后又说 你要让汗流满面 才有事不可吃 所以在伊甸园的工作 是老 但是没有苦 在伊甸园的工作 有亚当会流汗 但是不是汗流满面 还有一样发生的事情 这里说 他说 你被终身劳苦 才能从土地得赤的 然后又说 你要让汗流满面 才会有事不可吃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工作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要生权 我们工作为了生权 但是亚当在伊甸园 他的工作不是为了生权 不是为了生权 所以有这样的改变 好 我们看下面 有一天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还会有工作吗 这个问题 圣经告诉我们 有一天耶稣要再来 来的时候 他来到这个地球 他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 有一个新天新地 在这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有工作吗 我们有一个作者 叫Paul Stephen 他这么讲 他说在新天新地的工作 将是完全美好的工作 完全美好的工作 他说 好许我们做的 将是我们这辈子所做的 跟你现在的工作 差不多 但是没有这里的 经历的汗水和挫折 然后Paul Stephen又说 他说工作场所 工地 不会有纷争 我们工作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是人际的纠纷 他说不会有纠纷 劳动将带给你 完全的满足 远远超过此生可得 这是他讲的话 好 让我们再看 我们的工作 我们老板 可能每一年 都跟我们评估一次 那么既然 在神的眼光中 工作是这么重要 神会不会评估我们 神会不会 跟我们算账 看我们的工作 在世界上的工作 世界上的工作 达到他的要求吗 圣经这么讲 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 他说 天国好比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 这里 这个 这个就是主人 他讲了这个主人 要往外国去 他说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家业 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材杆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过了许久 所以这里面 在这个比喻里面 这个主人 就是代表上帝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 不同的材杆 有的材杆比较多 有的材杆是比较少 然后呢 他告诉我们 你要拿着这个材杆 在地上工作 就像这主人 他离开的时候 他告诉这些仆人 你要用我给你的 这个银子去赚钱 去工作 去赚钱 同样的 耶稣说 在这个比喻里面 第十九节 这么说 过了许久 这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所以有一天 我们要来到 上帝面前交战 其实圣经有好多地方 告诉我们 当然这个交战 不单单是工作上的交战 不过我认为 在我们很多的人 神很重要的一个评估 就是我们怎样的工作 我们要为我们的工作 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交战 好 那么 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上帝会用什么标准 来衡量我们的工作呢 我只把圣经中的 其中的一段的经文 跟大家分享 在格罗西书里面 讲到 仆人跟主人 仆人在服侍主人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要有什么态度 然后呢 讲到主人 对待仆人 要有什么态度 这段经文 大家都可能相当熟悉 不断出现在这里 也出现在以弗所书 因为当时的时代 新月的时代 这工作呢 基本上是有两类 一类是主人 一类是这个仆人 所以这里呢 仆人可以预表 我们做员工的 你是下属 你是员工 你要应该怎么做工 那么主人呢 可以预表 这个老板 或者上师 上师对待下属的时候 要以怎样的态度来 对待下属 所以可以这么讲 好 让我快快地跟大家讲 他说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讨论喜欢的 主要全心 尘世的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哪里 必得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哪是基督 这里保罗讲了三点 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 他说 做员工的 神怎么评估你 评估你有没有听从主人的话 这是第一个评估的标准 第二个呢 你是不是真诚地去做你的工作 而不是以奉承的方式 而不是主人不在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怨心 你要诚实地来服事主 做你的工作 第三 你工作的态度 是要好像 跟耶稣讲 他说 你服事主人的态度 是好像服事基督的态度 这是给仆人 给员工 给下属的这些条件 那么给 行量主人的标准是怎样呢 他说你们做主人的 要公公平平地对待仆人 因为知道 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所以公平的方式 来对待每一个员工 无论这个员工是怎样的 不可以有偏心 以公平公正的方式 对待他们 这是做一个上师 神 他 评估的标准 就是这样的 好 现在呢 我要做一个 刚才我讲了很多 我要做一个结论 结论呢 就是上帝 是工作的上帝 他一直在工作 我们按照他的形象 和样式被造 所以我们也要工作 就是到天堂 我们还是会有工作 基督徒呢 要重视工作 因为工作是好的 有一天 上帝要评估 我们工作的表现 好 这个课题呢 我要现在 换到另外一个课题 在还没有讲另外一个课题呢 David Paulson讲了一句话 他说 Unemployment is an evil that we must resist 他说 事业是我们需要对抗的邪恶 也就是说 神创造我们 要我们做工 但是如果我们想做工 要做工 但是却没有工作给我们做 David Paulson说 这是一个邪恶 这是一个邪恶 所以 好 现在呢 我要讲第二个大课题 这个大课题呢 是讲到选择职业 选择职业 好 首先 我要跟这些 我要对那些年轻人 刚刚出来 开始找工作 或者找工作 做了几年的这些年轻人 你们选工作的时候 我有三个建议 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 你选的工作 是要你热爱的工作 passionate you have passion on the work 因为如果你喜欢一个工作 你热爱一个工作 你不需要你的上师来督促你 你不需要一个人在旁边一直督促你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会想尽方法 去克服那个困难 因为这是你喜欢做的工作 我记得当我在14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 他跟我说 我要你学一个手艺 学一样手艺 他就把我送到一间修理收音机的店铺 那个时候 我的家乡在市里街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只有收音机 我在这个修理电器的收音机的店铺 做学徒 大概做了六个月 这六个月里面 在我来说 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 因为我第一次 看到原来电器 他教导我 这个病压器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东西 所以我在大学的选大学 选科的时候 我就选了电器和电子工程 然后我出来做工的时候 我选的科 我选的这个专业 也是电子 电器 这个门 到今天 我对这门 还是非常有兴趣 所以 工作 在我来说 是我热爱我的工作 我热爱我的工作 这是我觉得 你们年轻人 选工作的时候 是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呢 才干 ability 你在选的时候 可能你热爱一样东西 但是你需要 这个 ability 需要这个才干 因为如果你没有 这个才干 你不能走远 你不能走到巅峰 这个职业的巅峰 我记得 我在小时候 在市里街 小小的地方 最热门的运动 就是篮球 所以 学校跟学校之间 有篮球比赛 市政跟市政中 有篮球比赛 我的朋友 有一个哥哥 他这个哥 是篮球健将 是我们市里街 我们市政的代表 他是我的偶像 我整天就是梦想 成为像他那个样子的 所以呢 放学 一放学 我就在球场里面 球场 是我的第二个家 整天就是 去打篮球 打篮球 学打篮球 但是等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有一天我忽然醒悟过来 我发觉到 我怎么跑 别人比我跑得快 我怎么学跳 别人跳得比我高 我想尽办法投篮 这个篮球总是不进去 我醒悟过来 我知道 我不可能成为 一个篮球健将 第三 机遇 opportunity 机遇也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机遇的背后 就是神的手 有时我们真的很想去某一间公司做工 或者做某一份工作 但是门是关的 这门就是不开 有时我们其实没有想去什么地方做工 但是门却开了 所以机遇是神的手 机遇也是我们找工作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 现在我要讲到换工作 我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调查 这调查里面说 明年年轻人81%想要换工作 那么其他的 一直到50岁年龄的 想换工作的人 大概有51%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 是对的还是错的 但是六年前 新洲日报 做了一个调查 我觉得这个调查 是很值得我们去 好好的思考 在这个调查里面 首先我要讲 新洲日报的读者是谁 是华人 而且不单单是华人 是受中文教育的华人 不是受英文教育的华人 他调查 这求职者 在求职者眼光中 最在乎的是什么 这里一共有十样 有的是讲到 公司非常的稳定 有的是讲到 公司里面 有它的core value 是适合你的 不同的这个条件 这个调查 一共有2600人参与 所以里面的数值 是值得 是可靠的 是值得 我们去思考的 2600人中间 你知道 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这里我画的 就是它说 具有吸引力的新潮 就是高新 高新 占了2021 也就是差不多 十个里面 有八个 就选择高新 第二 第二 是什么 第二就是 工作 工作 与生活 取得平衡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工作比较轻松 没有什么压力 一共有200多人 选择这个 十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 就选这个 所以你想一想看 这两个加起来 就十个人里面 九个就是选 这些的条件 来换工作 这个 对吗 这种的选择 对不对 现在呢 我要大家看 一处的 这个 经文 这个经文呢 是在 格林多前书 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跟大家 看这段的经文 我觉得这段经文 今天 是相当重要的 这是保罗 劝告 他写信给 格林多的教会 刚才我已经讲过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就有两种的身份 一种是主人 一个是主人 或者自由人 另外一种是 是仆人 奴仆 这两种人 所以保罗是在 谈论 主人跟仆人 你也可以想 把这个想象成 工作 两种工作的身份 好 让我们看 他说 你们美人 蒙上帝 呼召的时候 是什么身份 应该任然 保持 那身份 也就是说 你永本 是一个 仆人吗 你保持 你的身份 是一个仆人 如果你是一个 主人 你保持 那个身份 是一个主人 是这样的意思 用今天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说 保罗说 你信族的时候 是一个 是一个 园丁吗 你保守 保持 你的工作 是一个园丁 你是在 家庭祝福吗 那你继续 做一个家庭祝福 然后他说 你们 母兽 母兽 呼召的时候 是努力吗 如果是 他说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你现在的工作 不要太在意 那为什么呢 他说 他说 我读了22节 给大家听 因为他说 受主呼召的时候 是奴隶的 现在是主的自由人了 受主呼召的时候 是自由人的 现在是奴隶了 什么意思呢 保罗说 当你被呼召的时候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这个身份 比你现在工作的身份 尊严的多了 这个新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是上帝的孩子 他说 你是一个奴隶吗 但是你现在 是上帝的孩子 上帝的孩子 不是奴隶 是自由的 所以你是自由的 所以不要在乎 你是一个 现在是个奴隶 然后他说 你的 他也说 他说你是一个自由人吗 你不要骄傲 不要骄傲 我说 哇 我是一个自由人 我是一个主人 他说 因为在主耶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 当你成为 信了主耶稣以后 你就是主耶稣的奴仆了 所以保罗每次写信的时候 都会说 保罗 耶稣基督的奴仆 所以他说 你不要在义 是主人 是奴仆 都不要在义 然后他说 他说 弟兄们 上帝呼召的时候 你们是什么身份 如果 你们对上帝忠诚 就应该 保持那个身份 这个 我知道我讲这些话 可能 大家 会对这个 有一点点抵触 有一点抵触 现在我要用一个 用一个圣经的故事 来跟大家解释 这个圣经的故事 就是约瑟 约瑟 好 约瑟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一个家庭里面 做仆人 约瑟 没有选择 这个工作 约瑟 是被他的哥哥出卖 然后被抓 然后来到埃及 他是 波提法 波提法是一个将军 埃及的将军 波提法去到 这个奴隶的市场 奴隶市场 卖这些奴隶 波提法就选了约瑟 我想那个时候约瑟 可能十多岁 约瑟就成为 波提法家庭里面的 一个仆人 你可以想象 约瑟 那个时候的情况 他不懂得 埃及人的话 他不懂得 埃及人的风俗 所以 而且 他教身贯养 他从来没有做过 普人的工作 在波提法的家中 约瑟 有什么表现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 约瑟 在他主人 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摆势顺利 他主人 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 使他 所做的 手所办的 进度顺利 约瑟的主人 约瑟就在主人面前 蒙恩 事后他主人 而且他主人 派他管理 家务 把一切都交在 他的手中 这里告诉我们 约瑟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努力地 做他的工作 他努力地 做他的工作 他没有灰心 他没有发愿言 他就是努力地 做工 这里面说 当他 所做的工作 那效果是怎样呢 他说 进度顺利 百事顺利 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说 约瑟 没有遭遇困难 而是遭遇 每次 越是遭遇困难的时候 他都能解决 这个困难 为什么他能解决 这个困难呢 这里告诉我们 因为 神喜悦他 神看到他 尽心地 去做这些工作 虽然这个工作 非常 对他来说 是 很不值得他做的 是仆人的工作 但是 他还是去做 而且做得很好 做到一个程度 他成为 这个家庭里面的主管 他管家 他升级了 变成一个管家 弟兄姊妹们 你想想看 一个西伯来的 孩子 小孩子 语言不通 分数不通 文字不通 来到一个 生疏的地方 是多么困难 他要走过 多么困难的路途 才能成为 一个管家 但是 他成了这样的 一个管家 然后下面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 自从主人 他约瑟 管理家务 和一切所有的 就因约瑟的缘故 赐福 给那 埃及人家 还家里和田间 一切所有的 都蒙 耶和华 赐福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 约瑟 把福气 带到 这个主人的家中 这主人 因为约瑟 他蒙福 我心中想 不单单是 主人蒙福 这个家庭里面 所有的 仆人 也蒙福 因为 从前 可能他们 有一个管家 是很凶的 残暴的 不公平的 但是 现在他们 有一个新的管家 这个管家 是敬畏 耶和华的 这个管家 把很多 好的事情 带到 这个 仆人中 所以 约瑟的成功 影响了 他的主人 影响了 这个家庭里面 所有的 仆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 过了一段时间 约瑟 有了第二份工作 这第二份的工作 也不是他 去申请得到的 他是被 被毁谤 然后呢 他进了 他进了监狱 他不应该进监狱的 他做的事情是对的 他陷害 他是被陷害 进入监狱 在监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这些监狱的电影 是很恐怖的 是很恐怖的 里面我想 埃及的监狱 是非常 肮脏的地方 也是非常 残暴的地方 可怜这个夜市 他们不懂得这些 残酷 残暴 的事情 他在监狱里面 但是 他怎样 对 他怎样 面对 这样的情况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 当耶和华 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使他在 施玉的眼前 蒙恩 施玉就把 经理 所有的囚犯 都交在 约瑟的手下 他们在那里 所办的事 都是经他的手 约瑟在 监狱里面 他本来 只是一个 普通的囚犯 但是当他 看到 施玉 他 做一个 模范的 这个 囚犯 而施玉 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乐意去 帮忙 施玉 所以慢慢地 这个施玉 发觉 这约瑟 是一个 好助手 好帮手 所以他就把 很多责任 交给 这个约瑟 而圣经 同样地 告诉我们 为什么 约瑟 会到 最后 他会变 甚至 成为 这个监狱 事狱的 这个助手呢 耶和华 与他同在 为什么 耶和华 与他同在 因为 他努力地 做他的工作 虽然这个工作 跟他 完全好像 没有关系 他不应该 做这个工作 他是被陷害 入狱的 但是他以 积极的态度 来对 应对 这个 这个情景 这情况 所以呢 到最后 他就像 这里面 下一段的经文 他告诉我们 还在 约瑟 手下的事 事与 一概 不查 因为 耶和华 与 约瑟 同在 耶和华 使他 所做的 进度 顺利 你知道 这个监狱 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相信 这个监狱里面 有了一个 很大的改革 我相信 越是 改革了 当时的监狱 换人 所得到 公平的对待 监狱 变成清洁了 所以这个 越是 把福气 不但带到 这个私域的身上 越是 把福气 带到 监狱里面的 每一个囚犯 他影响了 整个囚位 不久以后 有一天 耶和华 得了第三份工作 他成为 埃及的宅家 越是 成为埃及的宅家 影响埃及人 大不大 我告诉你 埃及人 如果没有越是 很多 都会死掉 因为饥荒要来 埃及 人 应该 非常 感谢 越是 因为 没有他 很多人 要死 不但如此 周边的国家 包括 越是的老家的人 雅各的一家的人 如果没有越是 如果没有越是 他们可能 就没有两次 所以你看到 越是 他有没有 换工作 自动地换工作 他要求换工作 没有 每一次换工作 好像都不是 他想要的 而且是 避在他的身上 而且是 很不公平的 他被 他到这个 得到这份工作 但是 他去每一个地方 带给那个地方的福气 对人 我讲这些话 是要鼓励你们 你们现在是做的工 无论是家庭祖父 无论是看一个病人 无论是公司里面的总裁 无论是医生 无论你做什么 保罗说 不要太在乎 你做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你怎么做 你要像越是这样 用心地去做 努力地去做 在你做工的地方 你改变那个地方 你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 就好像越是这样 他把福气 神的福气 带到 菩提法的家 带到监狱 带到埃及 整个国家 甚至周边的国家 弟兄姊妹 我盼望你 是以这一种的心态 来看 你的工作 好 最后 我要 我要做一个 结束 结论 今天 我首先花了一段的时间 跟大家讲了 这个工作 圣经的工作观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如果 不明白 工作 圣经的工作观 你就不能真正地 appreciate 你的工作 工作 上帝 是工作的上帝 他一直在工作 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 和样式 被造 所以我们也要工作 基督徒要重视工作 因为上帝在乎我们的工作 就是到天堂 我们还是会有工作 有一天 上帝 要评估 你的工作 他会评估 你影响 你的工作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有的人 我们的影响圈很小 有的人 我们影响圈很大 无论小 大 上帝都会评估 你的工作 影响了周边的人吗 第二 选择职业 要按照爱好 才干 和机遇 这是特别对 刚刚开始 想工作的人 对那些 现在已经有工作的人 我感觉到 就是你现在的工作 可能不是对你 你最理想的 但是 不要太在乎 不要太在乎 选择 你可以做的选择 不是换工作 而是热情的工作 努力的工作 在工作上敬畏上帝 依靠上帝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就会与你同在 当事丹的时候 上帝会提升你 你不需要 跟随 换工巢 我的祷告 就是弟兄姊妹 你们每一个人 在工作上 是官 是盐 官是什么 官是照亮旁边的人 带给他们 福气 师父给他们 盐是什么 是给周边的人味道 是别人的福气 求神伴助 你们每一个人 有一天 神也会跟你说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神要奖善你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 刚才听Dr. Wang讲到 关于到这个 换工巢 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 工作 想要求高薪酬 可是有的时候 或者是大部分的时候 没有高薪酬的能力 没有高薪酬的坚韧 没有高薪酬 能够承受那一个压力 可是却是想要高薪 弟兄姊妹 这其实是一个 错误的观念 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 我们要记得 我们工作 其实是一种呼召 热爱你的工作 是你应该的 今天不论是工钱低 工钱高 我们都是要工作 我们不能够因为 我们嫌弃那份工作 然后我们就不做工 然后其实事业不好的 我们总是要工作的 弟兄姊妹祝福大家 我们每个人都要热爱 我们的工作 在当中找到那个意义 而你要知道 在你觉得 你不满意的工作的 那个环境 不满意工作的 这个薪酬 神还是会使用 你那份工作的 神会使用你那份工作 加给你价值 加给你经验 加给你各种的能力 这是没有浪费的 亲爱的主啊 我们要感谢你 主让我们能够工作 主啊 让我们有体力 有精力来工作 神啊 神的主 我们谢谢你 主啊 神的主 你透过工作 要来使用我们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祈求 主啊 神的主 你带领我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不能够 主啊 跟随这个世界 主啊 我们要来 跟随的是你 神你是怎么样的 看工作 神你看工作是好的 神啊 神的主 你喜爱我们工作 你要透过我们的工作 主啊 来赐福给我们 也赐福给别人 神啊 我们向你祈求 主啊 神的主 帮助我们 调整我们 一些的错误的观念 神啊 我们向你祈求 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工作的上面 主啊 让别人认识你 主 神的主 看到我们对工作的态度 主啊 神的主 别人 主啊 神的主 从我们的工作的态度 能够认识你 神啊 我们向你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 主啊 不论我们今天 在做些什么的工作 主啊 神的主 我们可以做工 我们还可以贡献 这是上帝你的心意 神帮助我们 不拿自己跟别人比较 也不拿自己的薪酬 跟别人的薪酬来比较 神啊 我们相信 你把我放在 每一个工作的里面 你有你自己的计划和旨意 主啊 你帮助我们 去学习 那个工作的里面 所要学习的 神的 神的主带领我们 主在每一个 可能甚至我们 看起来不好的工作 可是上帝 你总有我们 要给我们学习的经验 神的 神的主带领祈求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 神的主 在我们每一个工作 甚至在每一个阶段的里面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 不很高兴 会有困难 会有挑战我们熬不过去的 神的 向你祈求 主啊 就在这过程的当中 引领我们 主啊 神的主 赐福给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神的 神的主 帮助我们 主啊 当我们 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 我们看工作不再一样 神的 赐福给我们的工作 就好像 你赐福给这个月色一样 月色在哪里 你都赐福给他 神的 我们向你祷告 我们在哪里工作 主啊 你也赐福给那一个地方 神的 神的 主 透过我们的工作 透过我们的服饰 神的 神的 主 我们能够荣耀你 神的 神的 主 我们向你祈求 主 今天 转变我们对工作的看法 主 帮助我们喜爱工作 帮助我们热爱工作 神的 神的 主 帮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 找到上帝你的旨意和计划 主 我们谢谢你 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祷告的 Amen 这个时候呢 我特别的要对那些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说话 邀请你来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这个时候我邀请你 就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 耶稣要与你同在 祂要与你同走着人生 并且祂还要赐给你永生 我邀请你现在 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爱我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愿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赐给我永生 谢谢你与我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 领受上帝的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 每一个上帝说爱的儿女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们 愿圣灵把喜乐 把平安 把信心和盼望 天天都要浇灌在你们的里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你们 愿你们每一天 都能够与神同行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 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 你的身心灵哪一个不健康的 现在求主来按手在你的身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命令那所有的疾病死亡的灵都要离开 我们宣告主赐给你的健康 就要在你的病痛的上面 使你得医治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家 你的家要有主的同在 你的家彼此之间要有主的爱在当中 你的家要充满着和睦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生意 你的侍奉 愿之为赐福你的神 像赐福给约瑟这样子的赐福于你 愿你在哪里工作 他就赐福那个地方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愿你所遇见的困难 你的挑战 那一个时候神亲自与你同在 并且赐给你智慧聪明为你开路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说 在你的困难 在你的挑战的上面 神更大的恩宠在你的身上 就在那一个时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财物 愿神使你凡事充足够用 福杯满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愿上帝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上帝使祂的脸光照你 吃给你 恩典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愿神的脸光照你 愿祂的平安充满在你的里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祷告的 Amen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您可以 感谢观看